這是我的命運嗎? 來千草,你不吃這個真的會後悔 我知道白草莓跟普通紅草莓的差異在哪裡 但它就是有點小貴 大家好,我們今天來找觀光客旅程了 那今天來的就是大家來東京都會必來的千草 那大家知道千草裡面就是可以拜拜啦 然後也有很多東西吃 今天就跟著我一起發解千草這裡的美食吧 天啊,千草這裡也太太太太太太太多人了吧 多人到一個就是有Corona嗎? 大家真的是都會來日本旅行了 那現在我們要去找東西吃 只是我沒有什麼類似啊 我就看到哪裡有排隊 我就想說應該好吃 那就試試看一起來買 所以第一站會是什麼呢? 我們的第一站就來了買糰子 還有一個小兔兔好可愛喔 然後它應該是那個黃豆粉的糰子吧 小小小的 小小的 哇 嗯 嗯 喔,好不發生耶 它不是… 那個… 那個… 是花生吧 有點發生耶 會有混在一起的感覺 嗯 嗯 這個麻糬 嗯,好吃耶 我也是呢 因為千草這裡好像是不能一邊拿著 也會一邊吃的 就是它有一個當空 然後旁邊有給你就是站著吃東西的地方 所以大家來這裡的時候呢 記得就是不要邊走邊吃 嗯 嗯 嗯 好好吃喔 我不是想說會這麼好吃耶 嗯 它一包裡面有五串 是四百燕 我們買了一個是卡士達這裡的人氣跟白草莓的 因為我真的很想吃看日本的白草莓 好甜喔 好甜喔 很燙 很讚耶 它那個紅豆不會很甜 然後茶莓也是有點甜甜的 但它那個甜跟紅豆甜是不一樣的 所以整個很中和,很好吃 那我現在要來吃這個卡士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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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白草莓跟 普通紅草莓的 差異在哪裏 白草莓很軟 但它裡面是脆的 但它真的是有點硬的 白草莓裡面呢 它很juicy 然後非常的軟軟軟的感覺 但 是有點脆脆的 白草莓好好吃喔 但我好像比較喜歡白草莓那一款 米奇卡士達這個 應該你是說底下餡的問題 嗯跟那個草莓的問題 我推薦大家要買白草莓 雖然它就是貴多200元 但是真的很好吃 還要吃 你吃這個卡士達的 好嗎 可以吃這個卡士達的 我比較喜歡 你吃這個卡士達的 你吃這個卡士達的 對方 那我吃這個卡士達的 才會吃這個卡士達的 也會吃回事 你吃這個卡士達的 早餐吃東西 可是因為我們剛剛都是吃甜的 所以現在吃了一個鹹的 可能換口味好吃 很香耶 大家又還沒有吃到裡面的鹹 它很像包子 可是它就是外面紮實 而且它這個麵皮比較紮實 脆脆的 它蠻好吃的 但它就是有點小貴 我們現在要來這裡抽籤了 我應該會想要抽說 請告訴我2023年了 Susha的頻道會怎麼樣 這樣可以拿到好籤 那我們就去抽吧 來抽籤 然後要放一百元 魚就出來了 它是你的命運 這是我的命運嗎 我什麼都在那邊說呢 65 它是雞啦 至少它是雞 而且剛剛我沒搖 它就掉下來 所以真的是我的命運 OK 來吧 雞 添加它的好 玉手是必須要有一 10 2 2 21 4 3 7 2 3 如果大家抽籤呢抽到熊籤的话 记得要绑在这里哦 就是把它画掉这样子 但是我抽到集籤 所以我要把它带回家去解籤 去看一下到底神明要跟我说些什么 要我注意什么 我许的是2023年呢 加油 现在来排前草非常有名的牛肉饼 真的超多人来排队的 可以买两个 两个 两个 来买了这个牛肉饼 然后它没有很大是小小的 然后一个好像是三百多牛 三百五 三百五鹽 然后它是黑马和牛做的 所以应该是很好吃 它里面的汁 哇 这个好好吃哦 然后我们来买两个 帮我打架 大家一定要来吃 你们一定要来吃 这真的太棒了 太赞了 它这个汁真的是超鲜 然后那个肉超嫩 然后里面就加了一点洋葱 所以非常的香 外面那个皮啊炸的超脆的 很好吃 哦 天哪 大家前草 你不吃这个真的会后悔 今天的前草逛木喝行程就到这里啦 前草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美食 不过因为肚子不争气的关系 所以能吃的东西很有限 只能说下次要再接再厉了 大家如果去前草 有吃到什么好吃的美食 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 虽然前草真的是一个经典的观光客景点 但在那里确实可以感受到 日本的各种文化和气氛 真的是必须看看 如果大家还想看我 接下来各种日本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频道及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